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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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又来到我们中电的电力厨房 这次我们又是做甜品 这个就是上海很出名的 叫做豆沙窝饼 材料其实很简单 一般来说我们家里可以自己做 面粉、蛋、水 就做了皮 如果更加方便的话 我们就可以买一些班戟皮 回来 不过我都会加少一点鸡蛋 好 面粉我们放进去 稍微松开它 打准鸡蛋 插到它好像一张皮仔那样 小小张 家里当然不用用筷子 当然洗干净的手就可以搅拌了 加少许的水 好了 我们要开稀少许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要做一个浆 不是做一个面团 如果我们怕有粒 我们最好用一些墨西 把它隔一隔 这个就差不多了 稍微热一热它 半熟皮拿出来 我们再包豆沙 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放一点油 电磁炉的好处 热我又可以 温柔我又可以 像现在这样 我用一度的火 我就烘皮 就不用担心它这么容易焦 开始已经可以脚了 如果它可以 慢慢浪 那时候它就会松开 接着我们将豆沙 把它放进去 再加少许的浆 在封口位置 接着我们就放进去 稍微热一下 因为这样就让它不会爆口 好了 接着我们这边就加入油 还有一个步骤 就是炸的 最好就由我们锅的边 慢慢滑下去 记住 开头油温 千万不要这么热 大概是90度 把它慢慢炸起 炸的时候 其实它会慢慢慢慢会脏身 我经常都说 电磁炸东西是最有水准的 因为它预热均衡 而且它的热度是一个旋转型 这样去上 就平均 大约要炸多久 通常来说 我们要炸到它脏身 还有两边带金黄色 这样就可以起锅了 有时候我们要转一下它 搅一下它 让它炸的稍微一点 大概差不多了 它已经开始 表面带到金黄色 看上去感觉到 它很脆很脆的感觉 好了 稍微炸一炸油 放上去 上面我锅一张 轻轻地按一下 记住 我们切的时候要小心一件事 因为它里面热度很厉害 所以我们稍微在这个位置 切一切 让它的热气散一散 然后大家看到有烟的 好了 接着之后 我们就切下去 好了 这个这么简单又容易做的豆沙锅饼 我们就完成了 用电煮食之后 家里的开支便宜了 省下来的钱 就可以买好的食材 奖励一下自己和家人 如果想用电煮出更多好菜式 大家就要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好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